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跟灵魂花精呢?建立一个连结了呢?那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灵魂花精的那个能量呢?那灵魂花精的能量是非常的轻柔,然后温柔,常常会在耳边轻声细语的跟你说话。如果能够留心一点,你会发现它的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请我们的西西老师来跟我们讲,这些花仙子要跟你说什么呢? 哈喽,大家好!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说,灵魂花精是怎么样去打开你的通灵天线呢? 是,通灵天线哦,用灵魂花精 对,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花精对你们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感觉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 那你有觉得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吗?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嗯,这几个月以来我也喝了花精嘛。嗯 我会觉得说,哦,会让我充满了自信啊,嗯 然后会面对问题的时候,比较能够冷静啊 就是如果喝对灵魂花精的话,好像几乎是从我的灵魂 修正我以前的那些需要修正的地方,状态 嗯,嗯,是 对,因为最近呢,我也是一直在尝试不一样的花精,然后也看很多的书籍 那其实我觉得花精你可以把它就是很单纯的想象就是一朵花,一朵花的感觉 一朵花 对,就一朵花,那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你是会觉得,哇,它很漂亮 对 然后好像很温柔,很柔和的那种感觉 通常看到花都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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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那样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当你想要跟这个灵魂花精连结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诶,它就像一个花精灵,或者是所谓的花仙子 是 对,那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向你的灵魂花精去询问 那这时候呢,它就会去成为你跟这个,不管是所谓的宇宙源头 或者是你的高龄,又或者是关于你的资料库,会成为这一些的桥梁 然后去帮你收集那些讯息,然后告诉你,他们想告诉你什么 一些关于你的资讯 好,谢谢老师,我理解一下,就是说我喝了灵魂花精之后呢 在我的灵魂深处改变了某一些的能量了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就是可以跟宇宙的源头啊,有接触到 然后他们会把我以前所需要的讯息呢,他会就这样子传递过来,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没错 对,我觉得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 我觉得是因为呢,它在帮助我们去平衡我们的那个中轴嘛 我们那个核心能量 所以当我们的核心能量很稳固的时候 我们自然这个管道呢,这个联通的管道就会特别的清晰清楚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障碍物,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关于你的那些讯息 是,那几乎是把灵魂花精当做一个一个桥梁 就是一个连接,连接线一样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那像我这段时间因为蛮强跟他接触的,跟这些灵魂花精接触 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有一些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 对,因为我以前的情绪吧 我虽然会有同理心 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容易被困在自己的情绪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少了一点柔的感觉 所以我常常会对一些朋友说 嗯,你好像男生哦 或者嗯,你有一点刚之类的 就是有点那种大大类类的那种个性 对对对对,所以在这段时间使用上啊 我就发现我自己不只是多了一些同理 我觉得自己在性格上也变得比较柔性一点 比较温柔 我开始那种女性的能量有比较多了 少女的那种对对对对 就会跑出来 哇,还真期待看到我们希希老师那种温柔的样子 好哦,我会努力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把灵魂花精就是 比如说我喝完了就放一边了 那他可能没有去观察他的生活 或是去静下来听听这个灵魂花精的声音 所以就可能会错过了很多他们想告诉你的东西 嗯哼 对,然后呢我那一天啊就是 听到我的灵魂花精他告诉我说 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会静静的倾听 然后等到对方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给予协助 而不会用自己的想法 直接的去介入或是给予建议 哇哦,是 对对对 那么其实当时我也就只是听这句话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啦 然后是过了好几天之后 刚好有一个朋友他询问我关于补习班的事情 因为他是去补习啦 嗯哼 然后呢他就给我一个 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回馈 他说呢他觉得跟我说话很轻松欸 总是可以这样直来直往的 嗯哼 然后我就很意外啊 因为他问我那个补习班的事情 毕竟我不是当事人 我没有相关的经验 可是另一个朋友他是有曾经去过那一家补习班的 是 他怎么会来问我 因为我只是刚好间接知道而已嘛 嗯哼 然后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不会给他建议 或者是规划 告诉他说他该怎么做 是 然后我是针对他的问题去给予他需要的资讯而已 所以他觉得很舒服 哇 就是没有那种呃 强迫性的说你非得听我的建议啦 对对对 或者是我给你这个规划 你就是要听我的那种强迫性或压迫性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也不会就是太过去引导你应该要怎么做啦 嗯 对 然后也不会去强加一些东西 哦 就是你给他相关的资讯 相对应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让他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让他做自己做一个判断这样子 嗯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更有趣的事情是 因为我跟这位朋友其实大概一年也联络不到一次 哇 真的一年联络不到一次 你们还是朋友吗 呃他应该应该算是我的国中同学啦 以前的同学 哦 对对对 只是偶尔都还会有联络 那在那天他也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实事 所以呢我就想到说欸那天灵魂花镜他跟我说的那些话 就觉得欸好像有对应到 嗯哼 对 然后另外一个想分享的是呃针对自己的课题啊呃 呃那个人呢他常常会找一些老师或者是疗愈师去协助他 那他希望可以去跨越那些生活上的关卡嘛 或是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工作上啊职场上或是家庭上的冲突 或者是感情上的那种 对感情上的 嗯对因为那种因为当你需要呃帮助的时候你一定是处在一个非常希望有一只手可以 拉住你然后你很绝望的状态 对对对对 尤其是人际关系齁 对对对对 可是我这个朋友呢他很有趣的是他说他每一次疗愈完喔 他都更不开心而且更绝望 欸我有这样子的那个经验 对 我本来满心期待着这个疗愈师可以给我一些什么样子的引导或者是协助的 结果去了之后呢我反而更害怕说是我的人生错误了吗 嗯对对 嗯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呃这个疗愈师他可能没有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或者是比较中立的角度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给予了不多的建议 嗯对那因为像我那个朋友他就说这些人是不是都不了解我的状况 为什么都叫我要原谅要叫我理解要我陪伴那谁来理解我呢 对这才是中心中心要要改变的那个对对对 要厘清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原谅这件事情 我都已经那么难过了对不对 对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 唉我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那谁能来理解我这个苦呢 为什么一定要我我去配合人家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疗愈方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就是好像大家都只会看到说那些情绪失控的人他们需要被爱跟帮助 可是没有看到承受的那一方他们其实也比别人还需要帮助 唉他们可能觉得承受的承受的人他们是可能正常的人 所以他们应该可以有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压力可以去承受 对是 可是以广泛的方式来说啊 感恩原谅跟理解是爱的一部分 但是哦他不见得是适用于所有的人 尤其是内心饱受折磨的人 你要他们做到其实很困难的事情 对我你有没有觉得欣欣老师 有一些加害者啊比被害者还要可怜 对 他们更需要他们更更需要别人的感恩更需要别人的原谅跟理解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曾经有一个学生他也很无助的说 老师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原谅一直家暴我的父亲 可是好多文章都说要我原谅但我现在做不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那到底该怎么办 对 那到底该怎么办 大家不会想过 对我无法去那个理解说 啊中国有一句 有一句谚语说什么天下无不父 无不是的父母 对 可是天底下就是有那种会虐童 会骂儿女的那个父母亲 他只要怎么去原谅 对没错 所以 对不对 我觉得那种感恩原谅或是理解的这一块呢 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要根据不一样的状况 因为灵魂花镜就让我知道说 针对不同的人 你协助的方式都不同吗 那 呃我们再要去理解感恩原谅或是爱别人之前 我们有没有先把自己内心的那个坎或是不舒服的地方去调整好 哦先调整好 对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的心啊 那 对对 我今天去找疗愈师一定是 比起那个让我难受的人一定是我 我此刻的我最需要被疗愈 被关爱 被关爱的人 所以 你应该要先来关爱我 而不是关爱那个看似可能情绪失控 你哎 大家认为的真正状态不好的那个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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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说 一定会有一个方式是 额我可以让当事人内心不再受委屈舒服 同时也可以改善这个现况 所以是针对不同的个案 不同的学生 然后做引导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对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这世界上那么多人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然后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你怎么可能一个方式可以套用所有人呢 对 就像十二星座 或者十二种学 十二个什么生肖 对 所以你不可能就是这大家的世界上这么多人 你叫每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先感恩 先原谅 先付出爱 那不一定嘛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啊 我就是做不到啊 那怎么办呢 谢谢老师 然后这样子又会变成一种压抑跟那个内在的抗拒嘛 对 所以后来我就告诉他说 那你把你这些年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然后他告诉我说 他其实很多心理话是没有办法说的 因为他怕家人受到刺激 然后可能会伤害到他 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的理解 对家人的理解 对家人的理解跟问 所以他其实内心压力非常大 他常常家的压力 对 那其实当他开始尝试说出来之后 虽然对方可能会感觉到说 我被挑战了 我现在很不开心 可是他自己心里其实有很多更多更多的是轻松的感觉 然后本来那种很害怕 就是他害怕那些事情或是恐惧的点 都就是都没有再出来干扰他了 是 对 那当然可能还是在外在情况上啦 一定会有 比如说什么冷战 之类的嘛 难免嘛 你不可能说你都这样子对 很直白的跟对方说出你的感受 然后你还要就叫对方不生气 这也不可能啦 你还是 这好困难 对 你也要理解人家嘛 对 但是他们这样子的冷战 其实就几天而已 很快就恢复了 那他自己和对方内心 对彼此的那些不满跟满怨 其实都少了非常多 哇 真的是 对 但是那个时候又更奇妙的是 其中一位疗愈师呢 就跟这位当事人说 我觉得你还是要跟家人道歉去表达一下 这好难喔 我做不到 对 他心里其实是很纳闷的喔 他说 我把我的委屈和想法说出来 我真的很舒服 而且 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做错事情了 我要是为了对方的情绪而道歉 我反而会更委屈 心里又变得更不好受了 对啊 为什么是我去道歉的 明明做错事的人不是我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真的在疗愈 疗愈师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其实真的还是要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 不要去直接介入他的人生 然后就引导他说 他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我觉得那样就有点过度的去介入了 对 那其实西西老师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从灵魂花精这个地方入手的话 那碰到像这种家人的那种情绪勒索啊 或者是工作上啊 会受到霸凌啊 那灵魂花精是有办法去改善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先把情绪稳定下来的那种花精吗 对可以 我们先这样说好了 我们通常在看到一些外在的环境的时候 比如说你刚刚说好 比如说我被霸凌 嗯 那我被霸凌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误以为说 我喝了灵魂花精 呃 所以他会帮助你怎么样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被霸凌 有的时候 不只是对方有问题 有可能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某方面的 比如说性格上 不一定是我们讨人厌都不一定 有可能是我们看起来就是很弱势 所以就会不小心让那些看起来强势的人想欺负我们 因为他们无聊 对有可能他们无聊 对他们因为无聊生活没有什么乐趣 就来找你寻开心 对 那你像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什么样的人 我很弱势 我就会突然吸引一个很强势的人 如果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我可能就会看到那种弱势的人 我就会想去吸压他 或者想去弄他一下 我就会觉得哇好开心这样 对对对 职场上还蛮多 在学校也是蛮多这样子的情况 对对对 这就是关系那种很细微的那种线条 很很奇妙 对那灵魂花精是怎么样去帮助你 比如说我今天好弱势 我看到什么都怕我好胆小 那灵魂花精就是先帮助你照顾好你自己 然后去稳定你的核心能量 然后帮助你去找回你的力量 不会再那么东怕西怕 然后看起来很弱势 他会帮你去调整这样子的状态 当你这样调整好你的状态之后 你在面对强势的你的态度不一样 别人就不会再那样对你了 那就是我喝了灵魂花精的时候 他会提升我内在的力量 但是外在的环境依然是这样子 没有改变嘛 只是说我内在的力量强大了之后 我就有那个能力去面对这些霸凌我的人 然后可能我用我开启了我的智慧也说不定 也是有可能 可是我不会说他完全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外在环境 因为很明显的是 当我我从一个非常弱势的人 开始变成一个有自信有力量的人的时候 我不会容许别人再这样子对我 所以当我做出动或是做出一个行动或是行为的时候 相对我内在有力量跟自信的行为的时候 对方就知道你的底线 他也知道真是你是什么样子 他就不会再来去干扰你或是骚扰你 就是一直去排你的那个点 那自然而然你的外在环境就改变了 第一个是他可能以后就不会再这样对你 他会用另外的方式对你 第二个就是他可能就发现 哦原来你也不是一个好热的人 他就离开了 这样不错耶 对对对 所以我会比较倾向说你先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有力量再去照顾身边的人 那希希老师有没有想要说 先推荐个一两款的那种 就是改变我自己的那种花精 灵魂花精 比如说啊 我比较容易受到外在的那种情绪的影响啊 比如说人家说我了几句话 然后就开始没自信躲起来 然后非常害怕人家对我怎么样的那种 有没有那种可以相对应的灵魂花精 你说比较胆小吗 对就是比较胆小的那种呢 因为以前在家里可能被父母亲啊 那种言语上的恐 有一些父母亲是很喜欢用言语去恐吓小孩子 救犯听话 造成他出社会以后 还是那个样子嘛 就很怕人家来霸凌什么的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相对应的 类似的可以改变 对 好比如说你你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然后你都不敢为自己发声 就是为自己说话的话 那我会推荐你使用沟酸酱 沟酸酱 沟酱酱 对对对沟酸酱这一款灵魂花精 因为他可以帮助你就是变得比较勇敢 然后敢为自己说话 哇 好哦 那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状况 当然啦 并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世界呢都适合这一个 对对对对 只是说如果说有类似的 不妨去用沟酸酱 来去改变一下自己内在的力量 嗯嗯嗯 对啊对啊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灵魂花精 要带给我的 呃教会我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当对方你要寻求协助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去告诉对方该怎么做 即使你们是朋友也千万不要 而是你要是正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说 怎么样对方会比较舒服 他现在需要你给予的是什么 是 因为我发现其实只有 就是像你们自己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完全的理解我 然后站在我的立场去思考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哦 我有被爱 我有被接纳 我还有被理解 而不是被指责说哦 你是错的 是 那只有当你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所谓的那种疗愈 才会自然的发生 是 嗯 对 以上就是林文花姐带给我的 哇 这一集我们真的是好精彩啊 而且讲得很详细的说明的 那希希老师 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好哦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幸运爱幸福银行家的团队呢 我们目前有几位身心灵修炼十年以上的资深老师们 那大家都可以针对你们的能量 去做平衡 还有讯息的解读 跟灵魂花经的资讯 以及幸福疗愈等等提供资商的服务 那为你一开始呢 就筛选品质能量好的老师 给你一同描绘新的人生哦 也欢迎听众朋友为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接受我们最新的心灵内容哦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希希老师 谢谢大家 也谢谢珍珍 谢谢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